大家好,我是屈亮,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Norman Land这个电影本身 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专门聊了一下赵婷的成功的原因和他得金球奖的一个原因的剖析 但是在那个视频里头我基本上没有提到这个影片本身 今天我们谈谈这个电影本身的故事 那电影呢,我觉得聊电影有很多的角度可以聊 我们当然可以从他的主题啊,从他要描述的这群人的真实的一些现实的对应啊 甚至社会意义去谈 然后也可以从他的技术角度去谈 比如说他的剪辑啊,他的摄影啊,他的表演等等 我觉得说甚至说电影这个电影里头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包括就是说一些非专业的这种演员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现在屏幕上这个叫Bob Wells 他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的创立了这么一个住在车厢运动的这么一个倡导者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YouTube的网红 他自己的频道已经现在浏览量已经超过5000万人次了 是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网红吧算是 我觉得他像他的故事啊 包括就是说影片里头这个地方叫Wordrugstore 在南达克达州的这么一个旅游 旅游中转站吧算是一个 然后这也是故事部分故事发生的一个地方 甚至包括就说主人公在离开这个影片一开始离开 然后最后又回到的这个内华达的这么一个ghost town 是一个被废弃了这么一个矿区的小镇的这个地方 这些地点本身其实后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说有机会我真的想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做一些一系列的短视频出来 如果我说到这里就是说如果您是第一次来我这个频道 我从这个邀请您去订阅我的频道 我这个频道是专门聊一些美国的事情 通过书啊电影啊博客啊播客啊然后旅行啊等等甚至一些其他的话题 那如果您可以订阅的话也鼓励您打开这个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我有更新的话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哈 今天我主要是说先从这个电影的这个整体的印象去去聊一下这个故事哈 这个故事怎么说呢 就是说我我会用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方法哈 就是说传统的影评来说一般的approach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首先先揣测就是说这个这个创作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然后我们会从他的意图去出发去就是论事的去去看看他意图实现了多少 也就是说影片的完成度是怎么样的 那至于说大家可能比较爱听的这种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呢 我觉得说以后我再专门去做另外其他的一些视频去讲这个事 我我是在这个电影院里看的这个电影啊 我觉得说生命画面的这个体验我应该是比较完整的 算是appreciate的这个影片的最好的一个办法吧 我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是一部好电影哈 我但是我同时也说就说不是这个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很多人觉得说他故事性不强哈 这是我我当然是这样 但我一个观念一直就是说电影不只是一个故事哈 电影其实是一个呃特别是这个电影 Norman Land是我刚才说的这种观念的一个极好的体现 就是电影真的不只是故事 他这个电影本身就是说故事性不是那么强 然后他没有刻意的去渲染很多戏剧性的呀或者是一个故事的张力 他没有制造什么太多的给这个主人公的一些巨大的压力和和悬念哈 我们没有替他有过度的担心但是我们通过他所生活的很多的一些细节 其实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和和包括就是说移情在他身上的一个体验者 那这种电影呢和诺兰的那种电影就那种烧脑的剧情片哈 就是完全是我觉得是两极化的一个东西 我个人比较偏爱这一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集是这里头有很很可贵的一些独立的精神 也有我甚至觉得说是有一点点高贵的这种作者的精神 而不是一个完全被商业去控制的这么一个东西 ok 这话题说远了 这个我就说回到就是说大家肯定注意到就说 呃这个电影的主人公Fur 由这个Francis Madorman的主演的这个女主角 他是说贯穿电影所有场景的 就是任何一个场景都以都是以他以他展开的 是是完全是以他的视角为几乎是唯一的视角去做的 那这种电影就是说如果做好的话 我他应该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的 就是说让我们观众完全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思考 或者说感受不是思考 而是就是说沉浸在他的环境里头 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就是他的生活 我们要看到就是他 我们看他看到的就是我们看到的 然后他他身边的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 就是说在这个如果实现的好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他他就是我们 这就是这个电影的移情能力 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 影片非常严格的贯彻的这样的一个从始至终的唯一视角 而且其他方面也做的不错 所以我觉得说总体来讲可以打个80分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情愿的就站在这个女主人公上去思考呢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团队努力的一个结果 它是非常非常多细节和决定 decision making才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知道说导演赵婷呢 他他还他还真的不只是导演 他也是这个电影的制片之一嘛 有五个制片 他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他自己也担任这个后期的剪辑 然后他我是相信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他一定是基本上对这个电影有一个完全的控制 他的他是有完全的创作自由的 所以这可以判定就是一个作者电影吧 但是作者电影有时候他可以非常的好 因为他非常personal很个人的话 很个人化的时候有时候做好了的话会非常打动人 但是也有就是说有时候会失手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作者电影就可以说非常非常烂 因为他没有试图去或者他交流的那个东西 没有和很多人去连接好 那总体来说这个我觉得风格控制的是蛮连贯性蛮好的 就是说甚至说剪辑的节奏 因为我们知道他用的他在影片里头大量使用 就是说独立电影比较爱用的跳剪的这种手法 跳跳跳然后就空间时间是非常非常的自由 他就是完全根据情绪在剪 而不是完全不考虑所谓的所谓的动作的连续性 和什么动作的动作是否匹配 这些都一点都不重要 就是情绪只要情绪对了能够把故事 故事往前继续往前推进就剪了 所以我看一会之后我就能够感受到 就是说赵婷本身这个他自己叙事这种节奏 以至于就是后面的这些跳剪的节奏 我几乎觉得说也符合我心理预判基本上都是对的 他赵婷在接受采访 我看了一段他的受访的视频 他讲到就是说因为自己剪辑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看到的全是自己犯的错误 你知道全都是毛病 因为这都是你当时自己做的决定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我自己也是纪录片的制作者 我非常能够 我真的太认同他这个说法了 我也同时想起来在十几年前 那时候我还在北京去做一个在媒体工作 当时宁浩导演的疯狂的石头 稍微意外的票房成功 然后我去那个时候去采访他 他去他家里头 然后他刚刚剪完片子 反正是以昏睡状态 那个时候就是然后他也聊起来 这个就是说你剪上几个月的自己的片子 你就是说首先看到自己犯的所有的毛病 但这也是一种成长 就是说宁浩的话和Chloe叫的话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同时觉得说赵婷的导演功力体现在他灵活和果断上 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公路片 大家知道公路片其实是说虽然它号称有一个90页的剧本 也就是说差不多要差不多90分钟的这么一个故事框架 但是其实公路片你一旦大部分很多时间在路上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具体的变化和后勤的原因 你要根据这个现实的状况进行一些调整 甚至说你要利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 在这个长途跋涉的过程中 有可能你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场景 这个很漂亮 比如说或者很适合某种情绪的表达 然后天气如果又特别合适你去表达某种事情的话 你就你就想办法在这个剧本中找到你想要要拍的那一段 然后就让就要让这个演员开始自信的去做准备 甚至说你整个的crew你的工作人员 你就要能够很快的去行动出来 我觉得我看了一些幕后他们的采访 他们他们也真的是这样做的 就经常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那突然就造型就想说我们能不能现在在在这个地方 去把把那样的一个场景拍出来 那我觉得从成片来看还是蛮成功的 第二个我觉得做的非常出色的 那当然就是说Francis Medormand的这个 他也担任既担任演员也担任制片 所以说我觉得他肯定做的一个极大的贡献 表演当然就不要说了 两极耀斯卡影后毕竟没毛病 一点毛病都没有 然后我就想起来有一个人评价他 评价他说每次看到他的特写镜头的时候就会看见 就会进了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似的 我在想这话什么意思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对 就是后来想一想你理性想一想的话 就觉得说也没必就是因为他的脸上很沧桑 是吧 沟河临巡 然后另外他表演的非常的准确和 就是准确吧 精准 然后这种精准的程度是让人非常错愕和惊愕的 就是说总体来说那个评价我觉得挺俏皮也挺准确 然后背后幕后的有一些故事 我觉得也体现了就是说人家这种专业和这种敬业的 其实Francis是不是特别爱社交的一个人 他整个拍摄的过程他就住在电影里头 主人公住的叫Vanguard的车里头 然后这个电影因为也不需要他去化妆和不需要发型 不需要衣帽的这些衣帽间的这种工作 他自己就料理这些一切了 他也故意要弄的就是说 看起来像是一个这样的居无定所的这样的一种人 所以他自己去叫Salvation Army的店里头去买很多的衣服 你知道买一些衣服这样也比较适合他的角色 Salvation Army叫救世君 这是一个基督教创办的这么一个慈善的这种全球性的一个组织 他就是接受人们的捐赠 然后你用过的东西衣服家具什么都可以去捐赠给他 然后他就帮你去分类 然后以非常低的价格去出售给有需要的人 所以Francis跑到那个地方去买衣服 真的是说一方面对他了解这些角色很有帮助 不是吗对吧 另一方面他也真正的说能找到符合角色的很多的一些道具等于说 然后他有一次还真的在路上跑到穿的这些比较旧的衣服 跑到Target去购物 进去以后 然后人家工作人员就一看就知道说他是也没认出来他 就是说肯定想到他就是那种 Norman people 就是就上来很好心的问他说 我们现在正招工的你要不要来工作 帮你解决一下生活上的难处什么的 说明就是说他他真的成功了吗 这和就当年说巩俐在秋菊大官司能把农村的那些人们骗了是一个道理 总之就是他也担任制片还要去主演 这事其实挺累的 又在路上 我估计他也是累的天天和孙子 是然后就是满头灰头土脸 估计也不怎么洗脸什么的 总之就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挺有意思 他说我倒宁愿是说演出来的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 而不是说天天真的就是筋疲力尽 好感觉好像不用演似的 但是当然知道这是一句说笑了 表演还是除了除了这个状态之外 还是要调动情绪的 这还是表演还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第三个特别棒的地方 这个电影我就觉得说 也算是一个制片的很好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让让一些这种非职业的这种演员的这种很好的去这种结合进来 他他这个 他这个你知道就说这个Fern这个演员本身呢 其实这个角色啊在这个原原来这个非虚构作品里是不存在的 你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因为本来的时候 本来一开始制片组觉得说我们就用那个叫Linda May的这个角色就好了 然后让他做主演 让他让他自己演吧 后来可能出于其他的考虑 比如说无论是票房也好 或者说叙事的这种还是决定就说Francis来我给他创造了一个等于说虚构的角色分 但是他原来书中其他描绘的包括就是那个叫swanky的这个角色啊 这些都是一个真真正的这种呃 Norman people我给大家看看一些图 呀这就是呃Linda May吗 这是右边的这个这这是真正的Norman people 然后这个这个图中间的这个老太太就是叫swanky的这个在在在电影里头 我觉得贡献了一段非常非常呃非常好的一段这个读白哈 那段读白我觉得非常非常打动我呃 我我就我记得他影片里是这样 就是说他跟这个主人公Fran他在说就说我得癌症了哈 医生跟我讲说我还有八个月的只能再活八个月了吧 但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还过得还不错 就说我他回忆了很多就是说过去在路上的一些让他觉得美好的瞬间 比如说他说在爱德华的河边哈看到那些渡河的呃慕斯慕斯是寻寻鹿吧应该是 然后他说我在这个科罗拉多的一个湖上我自己滑着独木舟 然后突然天降一堆这种信天翁信天翁是一种很大的鸟 如果他们降落在你身边我我确实是 就是我没有记有有这样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是我可以想象就说那个东西对人的这种呃会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哈 我倒不是说这些他说的这些本身有多么多么重要 而是说他讲述这些事情的这种方式哈 我可以看出来就说他不是在演这是他一个真正的一个对自己过去的一种回忆 他真的是在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感受他说讲述那个方法 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表情那是因为他是如此的真实哈 所以非常非常有力我看那段的时候我我我真的看到我流泪了 然后我让打动我的是说他激发了我的一种更深的一种对自己在 比如说我还有八个月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我会怎么去回忆我的一些人生的片段 可能我也会记得一些就像他一样非常富有细节的这样的一些我自己的生活的东西哈 所以这些东西在虚和词之间 你想一想就是说swanky要要在影片里其实是跟另外一个Norman people在在有这样的对谈 但实际上呢他也知道他他他跟他对面交谈的人是一个演员 可是他讲的这个东西是一个真的 他是一个人层面的一个交流 那fern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真真实的人 但是他他又很好的能够融入在这样的一个集体里头 所以说你说非表演表演真实非非虚构 很很难有一个界限 反而有时候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至少这个片子很成功的在这方面 mix出来一种新的东西 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许也许还不是特别多 当然有了我们当然能举出来很多的例子 第4个方面我觉得说影片的对环境的这种使用 就说这也是公路片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场景非常的多 它有海滨的有红山的那种树林加州的红山 有一些是像Badlands那种很叫坏地 就是这也是泰伦斯马里克专门拍过一个电影 就叫Badlands 反正影片的背后的就是说影片拍摄了5个月 然后去了5个州 从内华达 亚利桑那 南达克他 德州和加州 有非常多的自然的风光 也有很多人造的景观 像我之间分享那些 但是就说好的公路片不是说把把这些风光和景观 简简单单单当成一个背景 去炫耀他们有多么美或者是多么奇特 其实不是的 它真正好的一个电影是能够把这些场景变成故事的一部分 成为人的情感投射的一个接收的接收人情感的这么样的一个接收器可以说是我觉得这就是说所谓的backdrop和set的区别 就是说背景还是说场景的这种区别 我觉得这种区别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这就是摄影大师和网红打卡的这种区别 这就是说画廊和朋友圈的这种区别 这就是导演真的是说需要在转瞬即逝的有时候的一些场景下去快速的去决定这样的镜头的画幅 然后调动演员和整个的工作人员去捕捉这样的一个人和场景的一种融合 然后让情绪被自然的这种环境进一步的强化 让故事的场景的特定情绪能够充分的传递给其他的人 这真的是需要一个非常敏锐也非常好的一个团队才能够实现的东西 因为真的我刚才说转瞬即逝这是真实的 就是天气那种光线 这然后甚至就说风这种一阵一阵的风 因为风是可以带来运动的 在一个镜头里头有风和没风那是真是很不一样的情绪 然后甚至说你是不是能够合理的运用这个温度 其实能够调动一些演员的一些真正的本能的本能的东西 比如说寒冷在电影里头我们也看到了寒冷也好 炎冷也好甚至说大家记得有一个场景是在加州的海岸边对吧 其实看起来也有一点点设计 但其实是在偶然中的一种设计 就是说当时整个团队他们收到天气预报的时候 就是说要来一个storm要来一个风暴了 他们就在想我们怎么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就临时决定去拍摄 然后在这个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我也看了一些幕后花续 那种风暴的场景 其实导演就没有什么用了 因为你谁说话任何人也听不到 大家没有任何的交流 就演员进去 你想怎么做你就自己做吧 摄影师连机器都拿不稳被风吹的 大家就是说想办法 只要能把这东西能安全的拍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但最后这个东西它就进了成片了 然后当然那个声音肯定完全都是后期做的 因为那个声音肯定收不出收不出这样的一个效果的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团队的创作 它能把那样的一个画面的力量和情绪 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出来 总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电影 其实我觉得说是更适合在电影院里看的 很多人觉得说 哎呀要看那个marvel的大片 去去看那种blockbuster的那种大电影 特效很重的那种电影 要去电影院看 其实我是一直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认为就是越是这种作者电影 越是这种需要去沉浸去体验的这种作者电影 其实反倒应该更去电影院看 因为说实话 就说那种爆炸的这种声音 那有什么区别吗 你觉得变形金刚的爆炸声音和珍珠港和漫威的爆炸 有太大的区别吗 没有他就是一个低音的一个贝斯给你就好了 呃他需要你去过过度的去 他需要你去移情到钢铁侠身上吗 不需要你就看个热闹吗 你看个热闹 你现在家里头电视也这么大 你弄了一个好点的音箱也一样的 反而是这种小的所谓的文艺电影 是其实你要仔细去听那里头后期的声音设计 那个工作其实也是很复杂的 OK 反正今天差不多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给大家 我我我我跑到真的跑到AMC去看了我们在家我在这个加州的这个Santa Clara县哈终于在经过了一年的这个这个灯一年都没有亮过了终于终于亮了一次了啊然后人还是很少啊我我基本上是一个包场然后坐在这种AMC不是后来改成这种躺卧的这种座椅之后非常的舒适里头温度也很好人也很少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我看了一个车轮上人的生活的故事哈其实其实大家不觉得说其实也很荒谬吗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的你知道哎反正就说我最后再聊一聊就是Norman Land这个中文的这个翻译哈他叫无一之地哈我我其实我看完电影之后我觉得有一点点觉得不妥的哈我觉得说无一哈这两词听起来特别的悲惨呃无依无靠嘛对吧 中文一说这这怎么听都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好听的词但是其实我觉得看完电影之后我不觉得这个电影去刻意的突出了这些人生活的悲惨哈我我真的觉得没有我觉得说他的这个挑战不来自于只是说生活不下去或者是穷啊什么的当然有窘迫的地方但是他的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内心 或者说他们想追求的这些他们对对死对对死亡和爱的这种纠结你知道吗是吧主人公不就是这样吗他他他在纠结的事情是是他他的他当时和自己丈夫离去啊呃他他丈夫离去包括他在想就是说我我万一当时没有跟我丈夫留在那个地方我的人生又会怎样呢 然后包括就说我是不是还要接受一个对我有好感的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这样的一种可能的爱情呢他他他是有很多关于爱和死的这种想法我我深信就是说你看这个电影里头这个女主人公压根都不接受那个David的任何的帮助啊 他自己他是觉得我挺tough的我我干嘛要要让你同情呢我相信创造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创作团队也不可能是说以这个东西来来来让人觉得说希望博同情的我觉得不是的所以说我觉得 Norman的这个词的本意是游牧吗游牧的人吗游牧民族的人吗是吧那些人是竹草而居的吗是是是是哪里有有合适的是条件去去flourish就去哪里吗 所以说这种生活方式其实也不算什么很新鲜的事情这人类一直都有这样的古老的这是一个人类传统可以说而且哪很少有人一辈子不迁徙的啊不不不不不搬任何家吧我觉得在这个导演的访谈里头赵婷也提到过一个概念他就说这人其实并不是因为说你有有这样条件或者没有这样条件你就是这个Norman人是分一种叫Norman in heart 在心里头你是那个其实是老老来去迁徙的那个人也就是说他即使有一个房子其实他心是不安定他总是还是要去到处去去走去去去经历其他的事情那也也不是有一些像四处流浪的人他可能真的是被逼成这样但是一旦有条件呢他可能也会settle down下来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电影本身讲的也是一个非常个人层面的事情就是说任何人其实都可以relay到这个Fern这个角色当中去你去做那个选择是因为你要去想办法了解你自己吗 还是我上一次讲的这个而且本身我觉得就说land的本身大地本身 再给大家看看这个镜头对吧大地本身不就是一种依靠吗 就是所以我倒觉得Norman land这个词呢 maybe就是说很愣头信脑的就是把它翻译成就是游走大地或者是 对就是就就好了为什么要是无一呢我觉得无一是非常非常不准确 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电影哈 这是我觉得从完成度上来讲的但终究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是对他的整个的这个价值啊意义啊所揭露的社会问题 然后现在哲理了现在终极问题了可能更感兴趣我要有时间的话我会给大家继续做这样的节目 请大家继续点赞我的频道分享我的视频然后OK今天就这个样子拜拜